包括你刚才我们聊的 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困扰我 就是我们都会觉得犯道德化 其实本身上在摧毁道德 那对 但下面这个逻辑链条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我都会习惯是这么说了 我都这么一说都没好好想过 这个逻辑链条是什么 因为我们必须认同 道德是自律而不是他律 比如说有一种道德主义叫做道德完美主义 就是你得做一个道德高善的人 如果道德不高善 那个强行让你成为一个道德高善的人 我之所以让你道德高善 不是为了惩罚你是基于爱 因为我想让你变得更好 所以我们不能看黄色小报 因为你这样道德不高善 路边上看了一个人 你得救他 但是很多时候 人是达不到这种道德高度 这样的一种规则 很容易导致虚伪 道德是要求自己的 而不是要求他人的 但这种泛道的倾向 好像始终是非常之强烈 现在好像再度变得强烈起来 怎么说呢 我还是这么说 就是有很多东西具有相似性 但是他并不是具有相同性 在某种意义上 我现在越来越拥抱法律和道德是一元的 而不是截然分开的 但是 我个人更拥抱的是所谓的消极道德主义 而不是积极道德主义 什么意思呢 所谓积极道德主义 就是以道德作为惩罚正当化的一种依据 只要一种行为违背了道德 那我们就要千方百计的对它进行惩罚 那这是传统中国的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希望把人都塑造成圣人 塑造成英雄 但是这样一种道德的治理方式 反而会导致很多人的无道德 消极道德主义 就是把道德作为一种出罪的义局 作为一种正当化的义局 一种行为如果在道德上是值得谴责的 那它不一定是犯罪 但如果一种行为在道德生活 是被鼓励的一种行为 那它就不应该受到惩罚 所以法律其实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 就是我们要宣布国家法律的 这个权威性 但是我们在良心的时候 我们充分考虑到人性本身的那种软弱 这最典型的就是帮助自杀的定型问题 绝症长生 不想拖累家庭 让自己的家属说帮我买个药吧 我实在不想活了 不断地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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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没办法 女儿给她买了一瓶药 妈妈说 你离开吧 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下 所以你三个小时后悔了 她在三个小时后母亲就喝药了呀 那这种行为在我国法律中 它肯定是故意杀人没有问题 因为这属于得到被害人承诺的杀人行为 人没有权利承诺别人结束自己的生命 所以它构成故意杀人罪 但在良心的时候 司法事件中通常都是 就是因为首先她违反了一个基本的戒律 禁止杀人 但这种行为 道德生活中 人们会觉得很同情 忍忍 那就可以在刑罚的处罚下 给她与缓写 这个有意思 就是 比如说我们在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或不同案例的时候 会有 发现宫中有一种朴素的正义之心 或者说道德之心 但同时经常有发现 他们所谓的 另一种朴素的正义之心 或道德之心 又是一个高度压迫性的 包括因为不同的时代 这种技术变化 都会使大家有一种新的道德参与 正义参与的方式 我们在过去几十年 建党最强的就是 这么大规模的通过网络来参与 道德审判 甚至是正义审判这么一件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是需要程序 法律强调程序 因为法律它一定是一种 会存在错误的一种过程 司法一定会有错误 但是司法的错误 如何能够被人所接受 就是它是强调程序的 通过程序所推导的过程 即便错了 那这也是程序本身所推导的 民众很多时候 他是希望撇开程序 去追求他心目中的一种正义 而这种正义反而会导致一种非正义 就行侠仗义 最后呢渊渊相保 会量成最大的灾祸 所以我们法律在很多时候 就是为了追求秩序 那追求秩序 我们就会认为在程序中 我们才能达到一种可见的正义 一种人们可能接受的 有瑕疵的正义 我们小时候都会迷恋那种结果正义 瑕疑之类的那种东西 这对于是怎么样 可以慢慢修正过来的 通过什么样的训练 我觉得就是法治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确实没有法治的 这样一个传统 我们从来都认为规则是针对别人的 规则不是针对自己的 强人一定是跳出规则之外的 所以我以前看西游记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孙悟空以后的战斗力 越来越low 对吧 后来我才发现 别人孙悟空是成熟 别人遇到的是首先找人 也就是说这个没关系的妖魔鬼怪 怕全都打死 只要但凡有点关系 那你就会发现 这个它就很明显的体现出 我们对于规则本身的不尊重 那为什么我们爱看武侠小说 我到现在都背得出 李白的下课行 对吧 赵克曼呼应无果 双血明 银安赵白 马萨塔如流 你多爽啊 那后来你慢慢的会发现 如果正义靠这种途径去实现 那一定会导致更大的战争 所以往往是三人的愿望 把人们带为人间 所以这种转变是大概什么 那才是法律的训练 因为法律的训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 程序证明 要警惕实体证明 要在程序中去追寻证明 换言之我们就建立了个游戏规则 最后这个游戏规则导致谁输谁赢 很遗憾 所以说从我们对孙悟空 韦小宝的 令狐冲的迷恋 对 是特别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人对这种 怎么说的 对规则秩序 对法律的意识的 它就是一种 其实还是没有真正的法治的光面 就是我们觉得只要我的动机是好的 我就一定是好的 但是动机好不代表背后好 而且是不是更背后是一种对一种 不负责任的自我的寻求 对啊 它就放重了 放重自己的激情 放重自己所谓的正义感 因为所有的东西是需要节制的 因为我们都是 并非完全理性的存在 所以我们所有的情感是要受到节制的 我们愿不愿意谦卑的去接受一种程序的正义 即便那种程序的正义 没有达到我们心目中的正义 它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 怎么说这种社会里面 比如大约孙悟空的米莲 那种正义的放纵 或者说这种宣泄 变成那种表达自由的方法 是 那肯定会是这样的 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法治 其实 很大程度上 它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它的一个结合的过程 就是法治它首先强调权力本身是要受到约束的 嗯 然后在这样的一种约束的背景下 那么慢慢的 其他人也会愿意去约束自己 嗯 因为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嗯 它不可能是一个单向 所造成的 嗯 等于我们这个年龄前后的那段记忆 就90年代塑造那段记忆 慢慢开始重新显现出来了 你看过贾三哥的小五 啊 就那种感觉 得陈黑病死掉的 嗯 那陈黑病 对 40多岁 嗯 最要好的朋友都干嘛 那时候想 想说最要的朋友现在都不联系了 嗯 他们觉得我混得好吗 觉得不想麻烦我 嗯 对我们这代正好是那时候 转折很大的时候 对变化很大的 对 我当时我们靠班工人最聪明的 最勇敢的一些人 就是他 在生活中非常不舒服的 嗯 对 而且有非常的 显著的 就是我们年 那时候90年代看这些书 然后我们都 都认为这是一个 未来的一个方向 突然发现啊 原来我们相信的东西是咱们 边缘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到核心里面 比如说我们在看呢 沈家本他们那个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也是 中国要从一个一个礼教的社会 进入一个现在的法治社会 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对 我们现在面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我们是学法律的 我们肯定对我们的专业 是有很大的一种期待 如果我能想到的 就还是用法律来治理 用法律来约束权利 对于公权 只要是法律 没有授权的 就是被禁止的 对于施权 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 就是被允许的 就是这些最普及的一些法治方面 能不能在你的内心中 行为一种确信 最重要的是 当你自己拥有权力的时候 你成为一个拥有power的人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接受法治的 这个业势 这个理念是在什么年代开始形成 和这个怎么说成熟的公权和私权 你刚才试这两点 它最早的萌芽 我们一般认为是1215年 英国的大宪章 大宪章 虽然它是一种权力斗争的副藏品 但是在大宪章中 确实是出现了王权有限 法律至善 这样一种思维 那这种思维呢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 用 我觉得用这个哈耶克所说的 自身自发秩序 它会有一种竞争化的优势 所以慢慢的 这种最新法定的思想 那就席捐整个世界 至少现在 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文本上 是认同最新法定的思想 就认同法治的治理方式 因为人类的治理方式 说白了也没有多少 无非就是人治 无非就是法治 柏拉图最早也是主张人治的 当然在三次西西里的惨痛经验之后 推尔丘其次 选择了法治 我们所处的社会是冲突不断的 每天都有冲突 而法律就是解决这种冲突的 但是在解决这种冲突的时候 法律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冲突 因为法律本身它是强调秩序 不管是言行俊法也好 还是法治框架的限制权力也好 它其实都是要追求一种秩序 我觉得追求秩序本身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还需要另外一种双保险 就是对于追求秩序的力量本身 你看整个比如经济学甚至政治学 其他的不同的领域里面 好像我们的整个公共讨论更多 好像这个观念本身更清晰 那只有在法学这块 好像始终是一个非常之模糊的 包括我们所谓的受过教育的 对我老师反而是也是很模糊的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你觉得 我觉得可能还是法律本身的神秘化 法律本身的貌似的高阶化 我今天我之前看梁志平老师说 他写一个文章我今天挺感触 他说某种上在20世纪中国 和我们的法学家 没有真正的怎么说呢 有力量的参与到整个的知识辩论 和这个思想辩论之中去 跟这个有关系吗 刚才我们说的 也许也有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自我的封闭 我们觉得我们是专业人士 我们做专业人士 只应该做专业人士所应该做的事情 一旦走向公众 我们很害怕专业会变味 会玷污我们专业的纯洁性 因为知识是有潮的 你没这个知识门槛 你就别在我这个门槛里玩 我也瞧不上你 这某种上是被高度的技术化 对 就是我们一定会有回子有多少种写法 关于这个问题有几百种学术 会走向这样一种 你上学的时候就意识到这点吗 我上学其实没有意识到 因为我上学是以技术主义为重 我能够推导出跟老百姓观点不一样的感觉 我感到很开心 我说我没有白学 对吧 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 后来慢慢的发生的变化 就会使你很多高的观点跟老百姓的 基本的内心常识相抵触的时候 在技术主义在逻辑上论证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其实是抵触人类心的良知 你想想这个思想变化到底是怎么慢慢发生的 我觉得还是人生的经历吧 就是人要接受自己的有限性 就是第一人承认自己是有限的 于是承认你的逻辑是有限的 承认你的理性是有限的 承认你的阅读是有限的 承认你整个人就是在偏见之中 你这一生就是在走出偏见 那当你这样来 你就会慢慢的会有一种方式 这个变化是有什么契机吗 然后慢慢发生这样的转变吗 那肯定是有嘛 你不可抗拒的一些力量 有些事情也不太好说 对啊 真的 就当你真正的经历了一些生理识别 或者一些这个亲人所遭遇的一些苦楚 那个时候你就会真的会发现 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 浇一桶凉水 而且人最大的痛苦就在于什么 我觉得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无法跨越知道和做到的那个鸿沟 就是迪卡所说的我是故我在 这个很对 但是我是故我在会经常让我们沉浸于一种幻想之中 就是我只要思考到了我就能做到 但其实不是这样 你思想过深刻的东西 你说过深刻的东西 你感动过深刻的东西 你以为你自己所说的感动了 你就真的觉得自己做到了 很大的时候这是一种志气 尤其对我这种做老师的人 因为我们好为人士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中 有的时候你就会在想 你跟学生所教导的你自己能不能做到 所以当你问我为什么会有那个转变 其实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 一零一零年之前 我在学校教课的时候 教课效果比较好 08年的时候就是入校第三年就获得这个追溯本科生 欢迎到史达老师 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一种强烈的骄傲 就是自己也觉得自己很厉害 但是你内心深处会有一种冲突 就是很多时候 你自己所教的你做不到 你是在骗别人 你也在自我欺骗自我麻醉 所以有一段时间就觉得很虚无 就觉得哎呀挺没劲的 你为什么要骗别人 你为什么要骗自己 那次危机怎么应对过去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希望能够过一种生活 给自己的目标 至少那么多年来 我现在给自己的功课就是 当然虚伪是肯定的 每天都活不到那么清晨 只能是你的行动 在你的言语之前能够多那么一步 我觉得就可以摆脱这种虚伪的自我控诉 这个你怎么怎么看到这几个月带来的一个突然的新的你的现实生活 因为之前是在大学的讲台上的那个舞台 然后现在是一个可能有音频视频 然后弹幕为social media构成这么一个舞台 在网络世界因为这个新的曝光 它形成一种新的这种生活环境一样 现在很适应了吗还是 我所以一直我还没有特别的分清 因为我始终还是像以前一样教书来进行教导 只是你会发现现在的影响力 感觉比以前更大了 但是我觉得很快会退学到了 因为本质上是虚荣 虚荣会给人带来痛苦 而且虚荣也不真实 美好的部分是什么 会有短暂的快乐 现在已经厌倦了这个短暂的快乐 谈不上厌倦吧 因为我不能够弃眼 我觉得每一个舞台都有每个舞台的意义 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高看自己贬低他人 有的时候这种高看是以拒绝来进行高看 有的时候是以合作来进行高看 但本质上来说 每一个舞台一定有每个舞台 它背后厚重的意义 但是这个背后的厚重的意义 又不要过于的高估 以至于你留恋这个舞台 就在这个舞台中 你做好这个舞台所赋予你的你想去做的事情 有一天 别人说够了 下去 那你就下去就好了 在某种意义上而言 我又始终要告诫我自己 人能影响的人 或者说人能真正影响的人 其实很少很少 很多人所谓的被你影响了只是片刻感动 最后还是 投入到自己以前的生活 人片刻的感动 不可能持久的感动 你能真正影响的人 一定是你愿意在他身上 投入大量的时间 跟你有真正的基础 但现在片刻的感动已经成为 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种方式了 对 但是这很多时候是一种自我欺骗 你在欺骗自己 你也在欺骗别人 你也让别人陷入了一种自我欺骗 所以你也不会有那种感觉 好像大家真的因为 我想好像大家对法律世界看上了新的兴趣 我没有这种幻觉 说的 要说的自我麻醉 真的是希望能够影响他们 让他们不会成为技术主义者 让他们也不能不说 让他们不单单成为技术主义者 让他们知道技术背后的那种价值 因为我自己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自己以前就是一个很注重 这种技术主义分析的 那后来你慢慢的觉得 这种技术主义的分析得出的结论 那就今天可以是A结论 明天可以是B结论 就是看客户的需要 你没有一个稳定的基石 那我希望 我的学生 他一定会有一个稳定的基石 因为 就像我们今天走到这种楼 我们这个流盟 我们是双向流盟 一方面我们是城邦的流盟 我们要对权力进行警惕 一方面我们是民众身上的流盟 我们要提醒他们激情是有界限的 激情也是要在法治的界限之中 同时要警惕自己 这个牛盲具有太强的个人崇高感 对 自己肯定 你这么一个自省的人 你肯定也想过 那你觉得你为什么 好像这一年那个舞台突然 那个聚光灯就打在你身上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我其实很难去解释 但是人又始终想去解释 你要说真的解释的话 我觉得 就是在一个特殊的时候 民众内心对公平和正义的期待 在我的这些小视频中得到了回想 你有时候看到那些小视频 你有什么感觉 比如别人发给你 然后你看到了 我有的时候真的自己看也觉得挺有趣的 我讲的时候 可以的可以的 说实话 我有的时候也能一刷刷一个小时 后来我觉得我真无理 我怎么刷自己的视频 刷了一个小时 所以看来这个视频也是个作品 穿过的作品就离开了你 对 你可能要接受它就是你的作品 对 是的 会觉得这种传播方式实际上 一方面传播了这些东西 但另一方面可能又弱化了你要表达的东西 也许吧 因为人要接受事与愿违 我们太有限了 我们只能做我们觉得是对的事情 然后接受 他的事与愿违 但你说 就不断的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性 就这种这种语言言语方式 它是不是也是一种 过度的自我保护 因为这样的安全 可能是 就是你可能接受哪一天事与愿违 你说我已经意识到这种事与愿违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 这可能确实是我自己真实的想法 但是我始终相信 我们不可能追求到绝对上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绝对上追求不到 而退向相对主义 我们依然是一种现实主义的 有瑕疵的事 至少我现在觉得 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至于这种意义 最后 是不是会导致意义的消解 导致意义的降低 我真的是不知道的 否则如果你始终是觉得 你这个事情太有意义了 你一定要努力做下去 那最终可能就会 你刚刚你总是喜欢引用那句 退到舞台上去 那你怎么评估自己的表演能力呢 我不知道啊 谁能知道明天会拿到什么样的剧本 就是每天过好每天该做的事情 那你决定性在哪里呢 决定性就是拿到哪个剧本 按照你内心中 最想要的 最真诚的 去演好 你要警惕自己 不要进入到一些试探和诱惑之中 要节制嘛 说白了就是节制 很多东西都需要节制 你知道我最近这一年有什么感觉吗 我好期待那种狂喜的到来 狂喜挺好的呀 因为人生需要狂喜 但是真正这种狂喜呢 还是一样 它是给你带来那种不可知的神秘 还是给你带来一种确定性的 一种神秘 苏古拉里的狂喜 是他遇到一个非常好的学生 可以追问他各种问题的狂喜吗 我觉得不是 是他诚实的对待 德尔菲神域 他也是40岁之后的转向 自从德尔菲神域歧视了他 他不断的去验证德尔菲神域 雅典有没有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的 后来发现没有 里面苏格拉底唯一的智慧是否定性的智慧 承认自己的物质 但发现所有的雅典 从让到想 从悲到见 都是觉得自己很厉害 所以苏格拉底不断地在挑战 承认自己的物质 他诚实地对待了德尔菲神域 在他最后的审判的时候 他依然诚实地对待了他的使命 他要揭示那个审判的虚伪 揭示那个审判的自大 揭示那个审判的自以为是 你最自以为是觉得自己 无所不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时常有三十多岁的时候 意气风发的时候 多么令人怀念 我就没有反省态度 我觉得特别好的 那个时候就是哎呀